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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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哪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呢 爱你爱你满脑的全是你 就这样门下的时刻越来越多了 再有钱也经不起这么造啊 孟长君不得不降低他的伙食标准 于是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 有一位饥饿的时刻啊 看到自己碗中的饭菜实在有些寒酸 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腾起身就要告辞 孟长君呢就端起自己的饭菜走到了他面前 此刻看到他们俩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饭菜 顿时羞愧难当 前面我们说过了 古代的那些门客虽然说来这混饭吃 但是他们都耗面子 知道自己以小人之精度了君子之父 那门客的面子上啊果然是挂不住了 特别羞愧 怎么办呢 自杀 于是当即拔出配件往脖子上一抹 当时填门的门下本来就有很多门客 这事一出很快就传了出去 而且迅速上了热搜 关于填门不分贵贱李贤下士的报道 是一篇接着一篇 填门更是借此走逢 圈奔无数 孟长君门下有一个门客叫做冯轩 身背常见脚穿草鞋来投奔 据说当时面试的时候啊 他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别的本事没有 孟长君心想行吧 不要脸也算你的本事了 反正我门下的时刻已经这么多了 多你个饭桶也不多 留下吧 这人留下来之后呢 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当了一年的饭桶 这个时候 孟长君家里的米缸子也要见地儿了 就像自己养的那些门客里啊 争取个懂会计的人去封地里 要债收利息 饭桶冯轩自告奋勇 套债工作完成得不错 收上来的大概是十多万 冯轩呢就买了美酒肥牛 号召所有借钱的人都过来吃饭 在宴会高潮的时候 冯轩一一核对借据 能还利息的约定时间 不能还的当场烧掉 咱们就算两斤了 孟长君听了这事气得差点吐血 马上把冯轩叫回来质问 哎 我连你们吃饭的钱都快开不出来了 你怎么还把财劝烧了 我看这些脑子一定有点毛病耶 冯轩就跟他说 那些个还不起利息的人啊 你逼他们也没用 逼急了逃跑 反而会给您留下个贪力的名声 我烧掉了这些没用的东西 却能帮您买回另外两个更重要的东西 仁义 孟长君一听 哎呦 不错哦 你讲的很有道理 我竟然欧烟一对了耶 感觉你还是蛮有远见的哦 果然 冯轩在人情上的投资 在日后起到了作用 当然了 这些后话 按照剧情的发展 我们后面会提到 接下来咱们再讲个故事 向你说明孟长君对于门下的时刻 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这事虽然说是个倒听途说的八卦 但是我相信你们最爱听的 就是八卦 对不对 竟然被你说对了 这事呢 是孟长君头戴绿帽的事 孟长君的慷慨大度呢 不仅限于钱 还包括女人 前门门下有一个门客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就跟孟长君的一位老婆好上了 这种劲爆的新闻 立刻被其他的狗仔时刻上报了 没想到田文听了之后啊 无动于衷 他说 爱慕美兽是人之常情的 我能怎么办 当然是祝福他们哦 估计当时的门客看着孟长君的背影都会被打动吧 孟长君对宾客这么好 这些宾客带给他什么样的回报呢 我们说了 最高的时候 孟长君家里养着三千口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直接的用处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还总有人能够发挥作用 比如 与斯维奇献祭的租贷 间接帮他证明的位子 帮他收租的冯轩 以及帮他脱险于秦的鸡鸣和狗盗 等等等等 再到后来 甚至出现了天下只有孟长君 而不只有齐王的情况 从此可以看到他在齐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断 不过孟长君后来的命运 跟他在齐国的名声之大 也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这些事 咱们留着 慢慢再讲 我是赛夫 老夫是个文化人 伤到天门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狐王新来 狮子歌父 无所谓